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 新北市立法委员第十二选区 今天举行霸仓投票 媒体上午问市长朱立伦的看法 朱立伦并未表态支持与否 紧收台湾的民主 从选举到罢免到创世复决或是公投等 逐渐在进步 民众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 尊重民意 大家都可以勇敢表达意见 朱立伦今天上午参加板桥凯撒 大大饭店和去淘曼旅双品牌饭店开幕 有意参选2018新北市长的周錫韦野兽邀到场 与朱立伦短暂握手致意 朱立伦致辞时特别提及周錫韦 对新版特区国际观光旅馆 新建营运招商案的贡献 朱立伦活动结束后受访 媒体关心的焦点还是在政治议题 有人问朱立伦副市长侯友宜原本会到场 没有到场是因为要回避其他可能 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吗 朱立伦解释 侯友宜上午还有两个行程在外面跑 对于国民党周錫韦和侯友宜两强相争 朱立伦说 距离明年的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民众会做明智的选择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或任何政党都会推出 最受民众支持的候选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